空拍看這個路口 兩條大馬路協差交匯 車流量不小 這就是彰化深港 陳家三姐弟車禍的路口 相關單位事後現場會開 尋求解決方案 計畫增加人行道 變更斑馬線 縮短行人穿越的距離 這是短期計畫 至於長期計畫 地方力推 美港公路高價化 縣服表示 美港公路原本是台74線 中章快速道路規劃路線 不過後來中章快速道路 跟國道3號共構 美港公路變成平面道路 現在車流增加 力推高價化 當初估計 經費要106億 現在已經增加到160多億 國發會曾經將計畫 退給交通部重新檢討 11號行政院長陳建仁 將親自到現場會看 隨著時間的推移 沿海鄉鎮工業區之間的交通越來越頻繁 大車小車機車互相征道 也嚴重地壓縮到新人安全的湧入空間 至於三姐弟的狀況 地方人士持續居家關心 陳小弟在家 腿部還包著紗布 心中擔心著兩個姐姐 姐妹還在醫院奮鬥 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妹妹 已經拔除了兩邊的胸管 肺部的功能也逐漸在恢復正常當中 不過腦部已經舌筋方面的功能 目前還沒有恢復 至於在秀船醫院的姐姐 手術之後 四肢的刺激反應有進步 已經進行幹細胞治療 持續觀察進展 TBS新聞 陳志忠 吳舒平 彰化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